《大陸的國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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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游泳的時候 大家都在心裡都說 牛扒 牛扒 我爬了香港 所以當時就 背著毛主席的瑜伦 毛東的瑜伦 下定著攝不怕刺生 排草患難處爭處生 鄧小平 在7778年的時候 在港瓮視察 當時聽了政府的回報之後 他說 這個偷到外途問題 不是解放軍可以解決的問題 再說一句 這個偷到外途的意見 跟我們的政策有關係 我曾經問朱三國的朋友 會不會來香港 他們反問我 香港有什麼好去 但是回想到六、七十年代 情況就不同了 當時為在改變命運 每年都有幾萬人偷渡香港 過鐘的滋味 如果不是親身經歷 實在很難體會 應該是邪對面的 我估計是沙灘那裡 因為當時我的感覺 雖然是身手不見面子 但是我走沙灘 我想只是踩到沙灘 踩了十分鐘左右 這裏是香港最東面的小島 叫做東平洲 由於和內地接近 六、七十年代偷渡的高峰期 這裏就是其中一個 最熱門的登陸點 被偷渡者叫做東線 六八年、六九年是最多 一晚幾十人來 警署那裏就有兩個鐵頭 周不時就被抓到滿了 楊立仁是香港資深的電視人 又是快馬和九方漢字 輸入法的法令人 三十多年前 他就是在這裏游過來 其實最初每個都是練游泳的技術 其實一落到大海就沒有技術可言 每個都抱著籃球膽 根本就這樣走 大概如果風平浪靜 就三、四個小時 如果有風有浪 現在流水不好 整天都不到 當年所有的偷渡人 大家互相交流情報 所有來走東平洲這條線的人 都知道一踏上海灘 第一件事就是找一間教堂 要是全部有情報 就是每天早上 就一定有個水警人出現 在今天的東平洲 麥林深處 我們找到這間小小的教堂 由於荒廢多年 教堂顯得破落而且荒涼 但當年 他就庇護了不少偷渡客 這裏其實以前沒有樹 一路望去 那裏就已經是水警碼頭了 那時我們一看到水警來了 不理三、三、二、一 馬上走人 就從這裏衝過去了 來吧 決定命運幾分鐘 就由這條路衝過去 去到那個碼頭 一生人就改變了 第二十三任廣督白立基 曾經益術 在他的任內有兩大難題 其一就是1962年的偷渡潮 其實香港開埠的頭一百年 內地的人可以自由進出香港 直到1950年才實施入境的管制 第一次偷渡潮 第一次偷渡潮 就在1962年出現 到了五十年代尾的時候 因為中國上面是有饑荒 三年很長時間 真是沒有東西吃 我想很多香港人都記得 要接濟裏地裏面的親人 引致六二年那次是大逃亡 幾十萬人就差不多很短時間 偷渡到香港 1960年代 內地爆發文化大革命 大批知識青年 上山下鄉 接受憑下中農再教育 大批知識青年 特別是劉孟宏 他表現比較特色 一個他有文化 大一個很會做事 所以他做事也不怕苦 又不怕累 總之行又行前逃 收工是最後 寵物被他搶著去工 今天已經是香港 上市公司主席的劉孟宏 1968年中學未畢業 就從廣州來到東莞長安鎮上沙村 期間自己防洪搶險 不惜冒著生命危險 用身體堵住 打開缺口補著堤壩 亦曾經輸血 去救難產時失血過多的 農村婦女 戰天鬥地 亦被稱為積極分子 俗語說天道酬勤 但是那個韻姓牛哥的年代 劉孟宏無論如何努力 都沒有辦法得到他渴望的回報 這個地方就是35年前 1972年我學游水的地方 這個地方就是東莞長安的五點煤水庫 因為他父親在往日被打成右派 自己裏面又做了習武右派的兒子 變成一個陰影照下來 變成天羅地網怎麼衝不破 這樣才逼上樓山 才說游水香港 在六七十年代 很多知青都跟劉孟宏一樣 感到前途無路 唯一的機會就是偷渡來香港 偷渡的路線大致分為三條 東線是大鵬灣水路 中線由五桶山下來 硬闖邊境最多人走 而西線就是後海灣游水 目標就是對著山頭尖避咀 落水的地方就是這裡 因為在黑夜忙忙的時候 我們就照著尖避咀 尖避咀五盞水銀燈 我們稱之為水師碼頭 即是水景碼頭為目標 這裡是深圳灣紅樹林 跟香港距離遠 邊防比較鬆 所以雖然危險 劉孟宏反而選擇在這裡下水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那晚剛剛退潮 一大片泥灘 不要說游 連行都行不慾 當時一想 試一下一個動作 當時是靈機一動 一反過來就仰面朝天 就是這樣的動作 就是這樣 這樣就變得 這個頭 頭 雙眼就看著香港那邊 這樣就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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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押了 最離奇的 我還記得 有些人拿避印套 吹槍 整串掛著 這樣就可以 有些人說 為了怕邊防軍發現 拿個西瓜挖空 伸了頭 兩眼睛隔出來 這裏是香港 劉浮山 尖備咀 就是34年前 1973年的9月23號 我經過9個小時的京圖蟹浪 成功地登陸上岸的地方 當時來到此水地帶的時候 經過9個小時的登水 雙腳都不懂得走路 走兩步 劈啪 倒在水中 走兩步 劈啪 劉夢雄來了香港之後的三年 文革結束 為了追求自由和改善生活的年輕人 應勝更大一波的偷渡潮 在廣州 大金鐘水庫和珠江 每天都逼滿練習游泳的人 浸陣的不同山上 日夜都集結偷渡大軍 整裝待發 1979年 全年廣州市偷渡外套 捉回來的青少年 有五萬多人 西蘇我就不記得了 當時我們得到的資料 全省在79年偷渡外套 捉回來的有三十萬人 當年香港並沒有拒絕這批偷渡客 因為他們工作勤力 要求又低 正好為香港提供了大量廉價勞動力 而他們當中的搞搞者 在香港隻身闖蕩 走出了一條出人頭地之路